大家好,歡迎來到紅石口袋,我是魚乾 我今天要介紹的是命令方塊 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指令方塊 那我用的版本是13W03A的快照版本 也就是1.5啦 只是還沒更新之前官方都可能會改變 所以這只是快照版本 大家可以看到材質包的設定跑到這裡來了 那可能會有點不習慣 好,大家可以看到好多的指令方塊 這都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而且我好久沒有用預設材質包好不習慣 那這就是我們的命令方塊 在一般的情況下你要獲得命令方塊就是打指令 我們打的指令就是 給予玩家一個編號137的物品 那編號137就是命令方塊啦 平常我們打開命令方塊 會有一個地方讓你輸入遊戲指令 你要利用紅石來觸發 像這樣子 這樣子 這個指令才會被啟動 那你也可以讓他旁邊的方塊被充人 這樣子方塊也可以被啟動 這邊小補充一下好了 其實小老鼠F也是玩家的代號 他是用來指定最遠的玩家 第一個要介紹的是Game Rule 這個是遊戲規則 那這個對於做地圖的玩家們 非常非常非常的有用 紫冰林的部分你可以輸入 要不要讓火勢蔓延 要不要讓身上的東西再死掉之後 還留在身上 之類的 很多很多種 你都可以在Game Rule中設定 那值的部分就是 要不要 要就是True 不要就是False 那我今天示範的這個是 要不要讓怪物破壞地圖 那我這邊設定的是不要 那在觸發這個方塊之前我來做個測試 苦力怕 你打他 他會爆炸 然後他會把你的地圖炸壞 這個時候你就會很苦惱啊 你的紅石什麼的 都被破壞掉啦 那我們就把這個方塊啟動 大家可以看到左下角 有個世界設定已被變更 那這個時候我們再把苦力怕叫出來 然後 這個時候他就不會對我們的場景造成任何的破壞了 對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用的指令 那我們第二個要介紹的就是GIF 你要輸入的是玩家名稱 玩家名稱除了打自己的ID 別人的ID以外 你也可以用玩家代號喔 像是小融蟲P小融蟲R小融蟲A小融蟲F 那物品ID的部分都在物品ID表裡面會有 物品附ID這個就是 嗯 有些物品 像是羊毛 羊毛的編號是35 但是如果你打的是 這樣子 他給你的會是白色羊毛 那你要橘色羊毛怎麼辦 這就是負ID的作用阿 然後像這樣子 他就會給你五個橘色羊毛 那你再輸入別的負ID 又有別的羊毛出來啦 那這個是我們的TP指令 你可以TP一個玩家到另外一個玩家的位置 或是另外一個坐標 或是一個相對的位置 我想TP我到別人那邊 我就直接輸入我的帳號跟別人的帳號 那坐標的部分就是按F3 這邊就會出現他的 呃 坐標位置 然後 還有相對位置的部分就是 你現在站的位置 在左右上下移多少 的意思 那我這邊示範的就是相對位置 我現在的位置XYZ 坐標各加1 那我按一下 不管我在哪裡 我都會這樣移動 就像這樣子 這就是我們的難度 難度就是讓你輸入 呃 0 1 2 3 就是 和平簡單普通跟困難 那 我今天要把我的難度設定為1 我就 我就輸入這樣的指令 按一下他就會告訴你 他已經將遊戲調整簡單 那我現在要和平 因為有好多史萊姆 呵呵呵 OK 那像這樣子就可以調整為和平囉 這是Game Mode 也就是 呃 遊戲模式 那 如果你輸入我的玩家名稱的話 就是指定這個玩家 改變了他的模式 模式也就是 呃 生存 欸 生存創造 那 我這邊設定的就是 讓他變成生存 大家可以看到我已經變成生存模式啦 飛不起來了 這是 Stay 就是 講話 然後後面這個字串是 你BR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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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打都可以 然後我這邊 示範的是 Stay 呃 最近的玩家4個正妹 然後 當我觸發之後他就會說 ANIE721274個正妹 OK 他非常的誠實 然後這個 是 呃 指定玩家 就是 呃 類似講 悄悄話 然後 你可以用 斜線W 或斜線Talk 都可以 那我這邊 斜線 W 呃 指定最近的玩家告訴他 尊絕愛吃可可豆 答案你就可以看到 他說 悄悄對您說 尊絕愛吃可可豆 呵呵呵 OK 那下一個 這個是 Spawn Point 這個是 重生點 重生點就是 呃 你可以指定玩家名稱 或是指定全部玩家 那這邊就是你要設定的 重生點坐標 像我這邊輸入就是 呃 -3984 -984 嗯 差不多是我現在 站的這個位置 我就把自己殺掉 呵呵呵 那死了 那我重生之後 欸 我就在這裡了 這就是設定重生點 我把我中間撿過來 呵呵好 OK 那下一個是 CLEAR CLEAR就是 嗯 把你身上的東西清掉 就是 呃 把 你 輸入物品ID 物品不ID 反正就是把ID 輸入之後 你身上如果有這個東西的話 它全部都會被清掉 像是我這邊就是要把 剛剛獲得的 橘色羊毛清掉 好 大家可以看到 我身上的橘色羊毛就沒了 那我要把身上的 紫色羊毛清掉 欸 大家可以看到 紫色羊毛就沒了 你也可以輸入 全部玩家 物品ID是鑽石 然後伺服器的人 就會莫名其妙 發現身上的鑽石都不見了 啊哈哈 笑的 這個是經驗值 經驗值 你後面輸入這個這個數量 後面如果打上L的話 就表示是幾等 那如果沒有打上L的話 就是幾個經驗值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這邊打的是 呃 給最近的玩家100等 那我按一下的話 我就會升100等 再按一下又升100等 OK 可是如果 我打的不是100等 而是 呃 1000點的話 他就不 他就是 呃 升級 升級 照著他 呃 遊戲中 制定的 升級點數來升級 OK 大家可以看到下一個這個 這個是 呃 設定天氣 這個就只有這樣一小串而已 他就是開關你下雨的天氣 但還要 按一下 然後就 下七雨來了 然後 可以再按一下 他就會把 下雨給 關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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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就 就沒有再下雨了 這個指令在 呃 沙漠是沒有用的喔 因為沙漠是不會下雨的 另外 在 雪地的 呃 生態中 他會變得下雪 那這個是 呃 改變天氣狀態 他沒辦法用 呃 按兩次來設定他的開關 但是你可以設定他輸入的 呃 啟動的秒數 所以 呃 你在這邊可以打上幾秒幾秒 那最大指是100萬 OK 那我這邊 呃 用的是 呃 下大雷雨5秒 我們來試試看吧 下雨下雨 5 4 3 2 1 1 1 快停 OK OK 你就 你就要停了 然後 看下一個 這個 這個是 時間設定 可以分別說這三 三種不同的 他都 他都可以 呃 設置 呵呵 我已經不知道自己在講什麼 然後我這邊 呃 用的是 Timeset 0 0 0就是清晨 OK 我按一下 哇 太陽又剛升起 再按一下 哇 太陽又剛升起 不好玩 呵呵呵 然後這個是 Time A 就是 呃 在現在的時間 再加上 多久 然後我這邊用 現在的時間 再加上 2萬 大概就是會到 半夜 呵呵呵 再來這個是 Enchant Enchant的這個 比較麻煩 這個是 用來附魔的 那個EID是要特別去 查他的 附魔種類 那附魔等級也有限制 那我這邊設定的是 呃 給最近的玩家 16的附魔種類 最大等級是5 那 16的話是 鐵 鐵 那 按一下 他並沒有 他並沒有附魔我的劍 是因為我並沒有拿著這把劍 所以我一定要拿著這把劍 他才會被我附魔 OK 大家可以看到 他已經被附魔蜂蜜5了 OK 這是今天的重點 這是 呃 之後會更新的一個 非常神奇的 中繼器 它叫做 紅石比較器 呵呵呵 對 它是可以比較輸入的能源 那這之後 呃 我們再來 我們再來做 詳細的介紹 好 今天我要介紹的是 指令 這個東西就像是 恩 EVE 假如 如果 如果 就是 他會 他會偵測你現在這個玩家 的狀態 像是 呃 你現在幾等啊 或是你現在站在哪裡 離這個指令方塊半徑多少 那 那 這個就是 假如 你 你現在的狀態是這樣 然後他就會利用 這個 厲害的中繼器 去 執行其他的 東西 我這邊示範的就是 如果 玩家在這個指令方塊半徑2的範圍裡面 也就是 這一個範圍裡面 如果我站得離他很遠 沒有在半徑裡面 我按他是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按鈕換這個 我按他不會發生任何事情 可是如果我站得離他很近呢 這樣子 咦 大家可以看到 左下角就出現一個 哈哈 表示 嗯 對 我站得離他很近 半徑2的 就是他是偵測 我是不是離他很近 那我再離他很遠 喔 又沒事了 那我再離他很近 喔 他又笑我了 我這邊換成活塞好了 這樣會比較清楚 喔 如果我站很遠 就沒事 那如果我站很近 還不夠近 我站很近 他就會有事 這個還有 另外一個用法 就是讓他快速的更新 像這樣子 讓他不斷的更新這個方法 那如果我離他很近 他就會開啟 我離他很遠 他就會關掉 我離他很近 他就會開啟 我離他很遠 他就會關掉 那 像我這邊如果半徑再輸入大一點 好 他現在就會開啟 那我就要走遠一點 走近一點 走遠一點 那 這個Test4大概就是這樣 那 嗯 這個參數跟值的部分 有很多種 那大家 那 我今天介紹大概就到這裡囉 嗯 其他 補充的部分 我會放在影片下方的說明 那 有問題的話 歡迎在下面留言問我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